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鲁商王在周穆王的墓里还发现了鬼戏和玉勇 并且最终发现了西王母讲述的长生的秘密 之后鲁商王利用鬼戏大战八方 打赢了齐国和楚国的多次入侵 最终封王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 而正当他功成名就之后 他开始向往着长生 因为他知道他一旦进入玉勇将获得永生 然而鲁商王害怕秘密被泄露 于是就设计放火烧了铁面生的一家 但铁面生凭借一具乞丐的尸体 骗过了鲁商王 自己活了下来 等鲁商王入葬后 铁面生进入到了他的墓里 把鲁商王从玉勇里拉了出来 最后铁面生获得了玉勇和鬼戏 凭借着他多年风水和玄学上的造诣 他最终拿着这枚鬼戏 去到了长白山 打开了青铜门 并了解到了青铜门后长生的秘密 与此之外 他还从青铜门后 弄回来了许多陨玉 识别和六角铃铛 并且开始了他自己的长生计划 并且他为了不让自己的墓 不周墓王和鲁商王的后尘 他同时在不同的地区 设立了七个墓室 并将自己的经历写在了博书中 那么铁面生为什么要设立七星一关 难道只是为了迷惑盗墓贼吗 下期我们将揭开谜题的真相 好了 欢迎关注威哥影视说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